雖然說我們以前也拍過什麼十大批吃牛排 但是很少很少有這樣強烈的香味 幽魯以搖燒和牛為主軸 將日式職人的精神融入料理中 搭配法式細膩講究的技法 堆疊出多變的味覺饗宴 主廚選用鹿兒島和牛 鹿兒島是日本國內最大和牛生產地 所產的鹿兒島牛肉質鮮紅 脂肪分布均勻 最大特色是牛肉風味非常濃郁 口感也相對有嚼勁 是屬於野性較強的和牛風味 卡妹這是第一道 第一道這個前菜 你知道它的菜名叫什麼嗎 叫什麼 叫做木瓜干貝甜豆仁 用三樣東西組合成這一道菜 干貝木瓜甜豆仁 那它上面是什麼 上面應該是小花瓣吧 因為我剛剛拍攝之前 有偷偷的看主廚 然後在那邊挑那個小花瓣 所以它這個啊 這真的是功夫火啊 你知道年輕人才可以 到哥這種年紀老花 老花眼 這個挑不到 那我們來吃吃看 那你是不是它的木瓜在哪 包在裡面嗎 對 其實它的木瓜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 木瓜色的果凍 果凍 對 很有趣吧 你知道它怎麼做嗎 怎麼做 它很簡單 我今天講一次喔 各位觀眾朋友就會了 它就是把木瓜蒸熟了 把它這個汁擠出來 然後記得要加什麼 吉利丁 吉利丁 對 然後拉拉 然後就變這樣子 所以你看 今天看我們這個486的這個美食節目 還可以學廚藝呢 來 我們來吃吃看吧 看好不好吃 好 不知道木瓜的味道搭乾可以這麼好喔 好創新喔 真的很好吃耶 嗯 清爽 感覺真不錯 而且還有加一個 這個什麼調味料 我熊熊忘記啊 紫蘇 啊 它有加紫蘇 隱隱約約 這有吃出來了 原來這個是紫蘇花喔 我已經解答了 厲害吧 它不是小花朵 一想到紫蘇的時候 他們現場所有的廚師嚇了一大跳 最重要的一個秘密居然被破解了 第二道菜這個看起來好可愛喔 菜名 芝麻 芝麻白蝦小香菇 芝麻蝦蘋果 是嗎 可是它東西很多就對 芝麻蝦蘋果 非常有意思就是說 廚廚喔 它把白蝦 跟烤過的蘋果呢 以及黑芝麻 做成它的那個香菇的上面的這個散 的一個部分 它不出來耶 蝦在哪 是 到底在哪裡 而且白蝦應該是很鮮甜的 所以 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很難想像出 它的一個味道 味道 下面呢 它是用那個什麼啊 杏鮑菇 杏鮑菇 而且是用雞湯去餵煮的這個杏鮑菇 最有趣的就是 它這個散麵上面啊 它用的是那個柴魚 而且是用烤過的柴魚 看起來就很像賣芽糖 是 所以放在上面 再像旁邊那個什麼牧樹芽這些蔬菜 芽菜啊 感覺非常的有趣 主廚剛剛一直希望說 我們把它對切再來吃 我是很想一口把它吃掉 你可以試試看啊 對切由我來 好啊 我覺得我還是來對切看看好了 哎呀 太可惜了 哇一切切八段耶 我要先來吃它的菌包菇 好香喔 用這個雞湯去煮 味道真的很香耶 那我來吃它 我剛剛期待很久就是白蝦 蝦烤蘋果 還有黑芝麻 黑芝麻的味道很香 真的嗎 對其實是很凸顯的 如同剛剛卡妹所說的 它這個外面的這個芝麻 黑芝麻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強烈 這芝麻真的很棒 我好喜歡喔 喔好香喔 對這真的好香喔 那你知道卡妹這個是什麼嗎 我剛剛看了很久 爆米花 它這個是倒碎它去炸的 而且所以它這個是可以吃的 就是有點爆米花的感覺 但是剛剛Chef有特別講 這個梗不要去吃到 那我想來吃吃看 真的它就是爆米花的味道耶 好香喔 好可愛啊 而且它這個清湯很厲害 它用了很多很多種魚 去燉煮的 但是太多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用了什麼茶 什麼茶 普爾茶 對不對 普爾茶 我沒說過 普爾茶 真的很好喝耶 是不是 我剛開始想說 茶的味道會不會很重啊 結果魚湯的味道會比較重 沒事 對 然後因為它就有一點茶 所以其實吃起來喔 你也有些人會怕腥味 所以它這個湯吃起來 完全有腥味啊 吃得真的很好 然後再把什麼鍋巴的什麼米 我好喜歡鍋巴的口感喔 嗯 吃起來 吃起來烤烤的 酥酥的 真是好吃 不好意思 然後而且它的那個湯真的很棒 對 有時候他們哪裡來的這些松粒這些點子啊 每一口 我吃了好多個微點糖 真的我也是 而且每一口吃起來 味道完全都不一樣耶 像我剛剛那一口跟這一口 我們吃到的是不一樣的魚肉 嗯 對不對 每一口味道都不一樣 滋味都不一樣 是吧 我想來這邊吃的人 一定都會把這個碗拿起來 對 喝到一滴不剩 真的 真的 卡妹來喝濃湯吧 太美了 對啊 這真的是不愧是喔 那個創意的這個日本料理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們在喝烤烤鸡肉嗎 是啊 是不是 像是美好的下午茶 是的 那剛剛主廚他有教在我們怎樣啊 他有教喔 就是大家拿起來之後先喝 然後你可以喝出他裡面那個層次感 然後你先喝過一次之後 你再用湯匙把它攪拌均勻 會喝到不一樣的感覺 怎麼樣哥 真的很好喝耶 整杯喝起來就很鮮甜喔 哥哥 你知道 是非常濃郁的鮮甜 這小可愛 這小可愛怎麼吃了嗎 應該還在下面吧 對 這是一個不知道什麼豆啊 你吃吃看那個好吃嗎 蘋果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蘋果是什麼 它吃起來也是很有栗子的味道 栗子的那種香氣 可是這喝起來就過癮了 對不對 我們剛剛那一道湯 真的味道也非常的棒 可是可惜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然後這個是這個湯 所以感覺也不一樣 對 而且它味道真的非常的濃喔 我覺得光這個湯就非常的值得 各位跑來這邊喝喝看 真的哥不騙你 終於進入到今天的一個 重點的一個主題了 小高潮 對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就是烤牛舌 耶 喔好香 對 好痛的那種香氣 而且完全都不會有什麼腥味什麼的 真的 真的好棒喔 好彈牙 對 真的很彈牙 但是它又很柔嫩 它外面是很香酥的 加一點點鹽來提味 哇哥你看這個顏色 嗯 炭烤出來的 你看它真的厲害 而且它是真的用炭喔 它不是那種瓦斯爐啊 或什麼吃的這些 它真的是有讓木炭的太香 太香 嗯 當我們可能為了一些生活啊等等 我們去努力奮鬥 當然到了我們經濟 到了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轉而去追求一些什麼 比較精緻的 嗯 比較好的 真的是一種 不管是口腹也好 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種很快樂 享受 對吧 最後一塊 就有一種就是 我也該慰勞自己一下了 對啊 觀眾朋友啊 不管怎麼看 你絕對猜不出來 這道菜到底是吃什麼 這樣猜不出來 對而且不講的話 剛剛主廚如果沒有說 我們也搞不懂 這道到底是什麼 西洋脆片 對 看起來你可能會覺得 或是伯婆的 對不對 然後那個伯婆的主品 事實上呢 這是什麼呢 這是鴨肝 氣化的鴨肝 對 大家已經想說什麼叫 氣化的鴨肝 對 到底是哪個氣哪個化 可是講出來就很專業喔 是 完全感覺不出它是 對 你吃起來很像冰淇淋 慕斯的感覺 對 然後呢 然後甜甜涼涼涼的 因為我剛剛跟上面的那些 那些花花草草一起吃 裡面 我只記得有個幸運草啊 然後吃起來又酸酸甜甜的 有一種很特殊的香味 鴨肝 你要不要試試看這片葉子 據說味道也不錯 我也有啊 沒有 這這個美美的 真的嗎 這應該不能吃吧 這趕快要來吃 期待已久了喔 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鹿兒島A5的河泥喔 而且是用搖烤的 是的 然後這是我們今天吃的是菲力的部分 為什麼用搖烤啊 因為今天我們用的是龍眼木 再去燻 那在搖烤當中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 肉的本身自己產生的那個油脂啊 的那個煙啊 等等 會再重新再去 也再燻了一次我們這個肉 所以它的那個肉香呢 會非常的強烈 不會很容易散掉 對 所以我們剛剛端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雖然說我們以前也拍過什麼 十大必吃牛排的 但是很少很少有這樣強烈的這個香味 有沒有 切下去的手感也會沒太好 是的 沒錯 這是什麼手感啊 然後而且我們要知道喔 這個鹿兒島的這個和牛 是日本目前最多最多的 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吃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很受歡迎 它的口感肉質都相當的不錯 接觸度也高 是的 然後我們來吃它 就是嫩 它外面的這個香味 有沒有 木頭的那個 木炭的煙燻的味道 再加上肉香 自己本身烤出來的那個煙燻的香味 整個在嘴巴裡面充斥的那個香味 然後它今天的配菜喔 它這個就是那個蓮藕 它是酥炸的蓮藕 酥炸 真的好香喔 這應該炸一盤吧 就像那個 真的假的 那個薯片一樣 什麼 這個炸起來真的很好吃 很香耶 然後我還來配 這麼大口的 好香喔 好享受喔 卡妹你看這一道 看起來有沒有超漂亮的 超美啊 它那個顏色 對 而且我們今天 你看這是第八道了 從第一道到第七道 我終於覺得有一道真的感覺有一點日本料理的那種feel了有沒有 是 就是那種日本那種藝劑啊 那種感覺這種顏色這麼漂亮 它這是綠藻麵 對 聽起來就很健康了 然後它再加上那個一點那個和牛的肉末 還有這個 最厲害的就是加上他們那個什麼 蠟油 蠟油 而且這個蠟油是他們這家店主廚 Shave 用很多的中藥材加上什麼香蒜啊等等 去調配出來 他們這邊蠟油 那個聽說 很配方 是 然後有兩種辣度 一種就是微辣 一種是中辣 光這樣聞喔 覺得它那個蠟油的那個香味 其實整個鋪皮過來 那那個水肉 加起來有一點點 那種我們台灣的肉肉的那種感覺 它就綠藻的這個冷麵 吃起來超爽口 超超超爽口的 是很好吃的 卡妹你有沒有發現 嗯 大哥必須啊 因為已經吃到最後一趴了 實在是 好飽好滿足喔 好爽口 是 然後今天主廚呢 他們精心推出了這個最後的甜點 那這個是用柚子 來做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搭配 像你各位可以看得到呢 好香喔 這邊呢就是柚子 然後去特殊的處理鍋 好基本的新鮮柚子 對 然後這一個呢 紅蘿蔔 紅蘿蔔高體 對 再加地瓜泥 那個上面再用那個柚子的皮 然後搓一搓灑在上面 點綴一下 對 所以顏色看起來又漂亮 而且聞起來呢 好香喔 這整個就是柚子的香味 好豐厚的味道喔 好清爽 好好吃喔 整個地瓜泥的那個香味 然後一吃下去 香香濃濃的 再加上它那個柚子皮 日本柚子的那個皮 它有一點點葡萄柚的味道 對 葡萄柚 那個真的是很好 然後它下面這是那個葡萄柚的這個果肉 加什麼 下面吃起來酥酥的 這道真的好厲害喔 我們那個486吃播啊 這系列的一些節目開始 我們真的也算是吃遍了各大飯店 各大創意料理 但是今天呢 來到雖然不是說飯店 可是吃到的許許多多的這個料理啊 真的都非常的驚豔 而且道道都非常的精彩 歡迎有空的朋友們 我打個這個電話 來這邊預約 帶著你的太太孩子啊 家人啊 男女朋友啊 或者是說上司跟部署 很怪的一種署合 也不妨可以來這邊 對 來這邊吃吃看 486系列YouTube頻道正式上線囉 聽特別來賓的精彩人生故事 486惠客室 帶你吃遍全台灣的美食 吃遍全台灣 請聽民眾最真實的想法 486街頭全民調 超鬧超歡樂 你絕對不能錯過的超有張力 一個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 你好 哇喜 陳立民 充滿新奇熱門好物開箱的 486系列之好物開箱秀 在486看見有故事的人 About us 立即按讚 訂閱 分享 486投稿 天天都有新故事 帶你跨越不同世界